杨牌 沈夕刚还想着要将土豆分他一些 平日都是吃不完的 和傅同文分食 沈夕一手刀一手插 空比个架势 忘了要去如何做 太太是要胡椒粉吗 还是食物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服务生谨慎询问 沈夕摇头 漠然了一会儿带着鼻音说 不 是我想起了我的病人 你们的食物很好 他低头吃一会儿停一会儿 沈夕设想 自己和傅同文对调身份 昨夜他要是那样子 傅同文掉头走了 自己应该会哭 换位来看 自己不会那么讲道理 一份丰盛的沙拉 被放到了手边 沈夕没点过 先生说 你一个通宵都没有休息 需要这个 服务生笑着说 留下一张信纸 折好的 服务生那张脸上的神情 只差直接说 谁说中国人不懂罗曼蒂克 你看做得多好 昨夜浮在眼前 沈夕用手肘压在信纸一角 揭开 字洋洋洒洒的 不就这格子来 竟写了半张纸 洋洋 给你讲个 依所欲言里的故事 普罗米秀斯 创造了人 又在他们每个人脖子上 挂了两只口袋 一只装别人的缺点 另一只装自己的 他把那只装别人缺点的口袋 挂在胸前 另一只放到背后 人们总能很快看到 别人的缺点 而忽视了自己的 抱歉 让你看到我背后的口袋 这个有很多缺点的男人 他迫不及待 他想把背后东西都藏好 而忘了照顾你的心情 希望你的病人 渡过难关 当然 房里也有一个病人 在等着你 童文 原来 他 他也能写出偿信 仿佛 人在身旁 坐得很近 突然的 服务生推开了窗 薄纱的窗帘 一下子就被风顶了出去 他对沈希笑一笑 这也还是先生交代的 玻璃有点反光 恰好照到沈希眼睛上 他避开来 想忽然找到了胃口 莎拉吃了个干净 擦擦嘴 扔下桌布 先要去看病人 病人的房间里 只有人计的两个医生在 沈希进去时 英国人在说 去年伊苏丹结战线上的 那场球赛 他也去了前线 说着就摸出个铜烟盒 上头有浮雕 打开来 是整排香烟 和一张公主的照片 是王室给每一个 前线士兵的 耶稣诞节礼物 沈希凑着看了两眼 那人不要送给他 弄得他很窘 英国人见沈希不肯收 又摸出个铜样的来 告诉他 这东西他收了三个 送给沈希也是留个纪念 你去人计用这个 做名片给我 沈希笑 这人还真是执着 反复提到的都是人计 就这样 他再回头等舱时 手上多了个英国战场的 纪念品 头等舱那层 只有谭庆相突兀地坐在走廊里 他手指夹了个纸烟 再一口口抽着 动作很急 看得出很焦躁 沈希走近 他停下 两人对视 沈希指走廊尽头的窗 谭庆相 猜到他是想单独谈 于是将椅子底上门 跟他去了那头 谭庆相 谭庆相见他手里握着的香烟盒 笑着说 借给我看一看 这一开口 算是他心和解 沈希本想道歉的话 也被他堵在了喉咙口 谭先生还是个老实人 容不得女孩子先低头 沈希将那个童烟盒 递给谭庆相 英国战场的纪念品 童烟盒打开 谭庆相看到公主照片 笑着端详了会儿 并不怎么美 可这是公主 我们中国人不太信血统 王侯将相宁有肿呼 他笑一笑 和尚还给他 英国人倒是真的 见到公主王子 都会热泪盈眶 略微停了会儿 谭庆相切入正题 童文这病 不发还好 发了就要及时处理 是真的会死 就连我的教授 也没有能医治的法子 他已经站在了 心脏穴的顶端 一个死字直白露骨 我以后每天都给他检查 沈西发誓 在船上你多受累 算是让我轻松两天谈谈恋爱 谭医生 洋装控宿 跟着他 我连谈恋爱的事业都荒废了 你为什么会愿意做他的私人医生啊 沈西好奇 一个美英留学过的医学博士 大可以做研究 就算热爱自己的祖国归国了 也能向那两个人际的医生 在最好的医院任职 私人医生更像是资本的奴隶 谭庆相不屑 你以为我乐业 我看你挺乐意的 沈西坦白 谭医生笑起来 跟着他呢 不是因为他是富家少爷 而是有相同的理想和抱负 最主要的 是他有能力 和富家的资本 比一个普通人能做得多得太多 值得我牺牲我自己的志向 谭庆相又给他讲了一个朋友 宋先生被杀的事 你在纽约听过吧 谭庆相问 嗯 他叫杨赌生 和宋先生谋划过起义 他是个天才 会自制炸弹 陈独秀 蔡元培 都是跟着他学的造炸弹 谭庆相笑 他一直都在搞暗杀 社局暗杀过慈禧和摄政王 曾有豪言 非隆隆炸弹 不足以经其入梦之游魂 非霍霍刀光 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 沈溪一瞬想到 那晚傅同文将他额头汗珠抹去 说的那两个字很多 傅同文也杀过很多人 他是个天生的刽子手吗 并不是 他是个读书人 可家国受难 个人志向 都要放下了 谭庆相双手按在他肩上 同文说过 你有你既是救人的想法 所以他带你回国 我也有 可我做不到了 我很羡慕你 沈溪 你还能做你自己 沈溪是很幸运 谭庆相守着傅同文 也是彻夜未眠 不再和沈溪多话 将人交给他 拿了烟灰盘 离开 至于沈溪的事 傅同文在今早的态度 就很明确 还是那个有少爷脾气的男人 说定的是 从不准人争辩 傅同文既不回头 他谭庆相 也只能陪着走下去 只能判沈家的案子 能和大清朝一起下了幕 永不见天日 沈溪进了屋 闭灯开着 傅同文睡着了 窗帘被吸到玻璃上 这里也开着窗 沈溪想关窗 或是想挪个椅子过来 坐在床边守着他 都怕弄出动静来 最后 只是将裙子提起来 人坐到了床边的地毯上 地毯上有几本书 是傅同文放的 他有把书放到地毯上的习惯 好像是怕摆在床头 会挡到光线 沈溪无所事事 盯着身前的柜子 这木头颜色可真美 是幼木 沈溪头上方 有人说 傅同文醒了 头枕着手臂 瞧眼皮子底下的姑娘 闭灯光从头顶落下来 傅同文的脸在黑影里 沈溪的脸也在暗处 两人中间隔着光 这让沈溪想起在纽约遇到的停电 晚风为情调点了一排蜡烛 一排小小的火炎 摇曳生姿 这船的室内 都比对着凡尔赛工作的 很不错 是不是 沈溪可不想和她聊家具 我吵醒你了 她从地毯上起来 坐去床边 傅同文笑 不答 沈溪看她目光是有倦意的 揣测 她是懒得动 于是将棉被拉高了 给她盖多一些 棉被刚掩住她的肩 她人倒坐了起来 三哥问你几句 傅同文呼发弹性 沈溪也只能顺着点头 好啊 你问 那天在烟馆死的 是你父亲的学生 是他害了我一家 我以为 你知道 虽然两人从未就这桩事谈过 但傅同文怎会不知情呢 或者 这只是一个起头 他想问的还在后头 傅同文默了一会儿 问说 若他没死 你会如何 会去寻仇 沈溪迟疑着 不去寻仇 能怎么办 古时候还有上京城告玉状 京城换了主人 还能告去哪里呢 想翻案都没机会 也没人会去处置她 这样的事 除了自己去给父母家人讨回公道 再没第二条出路 沈溪点点头 不怕杀人了 傅同文又问 沈溪一煞 眼前闪过了黑影子 是被他一刀刺中心脏的那个人 虽然最后致命一击 是谭庆相所为 可他没法忘记那感觉 我不知道 可如果真是那样 也没别的出路 沈溪想尽快结束这场对话 可能是我爹娘太疼我了 他们在天上 帮我把所有的事都做完了 我在纽约会想到 一定是他们让仇人死在我的面前 让清朝灭亡了 都是他们在推波助澜 沈溪为自己的傻话笑起来 你明白我要说的吗 从里到外全干净 没有不好的东西 只要去学如何救人 不用再去考虑杀人 没等傅同文说下去 他又笑 不问了行吗 好 他答应着 一个闲谈 这是所有 除了专业上的讨论 不得不用英文交流 傅同文和他之间 从不说外文 猛地冒出这句 让他想起在纽约公寓 留学生们在一起 夜夜地闲谈 仓促回来 沈溪并不后悔 却还是遗憾 多给他几年 他也想读到博士 像谭医生和那个前缘 随之而来的 却是忧心 沈溪没学历证明 该怎么去找工作呢 沈溪这相发愁着 傅同文却颇有嫌心 去摸他头发上的 银色的小发夹 看着都旧了 太简朴 到像他一直苛责 他的生活费 送你个新的 又是送 沈溪笑 你像我二哥 凶了在塞科堂 这种当 我才不上 没这么便宜的事情 傅同文 略略停了会儿说 是吗 以后 都不会凶你 沈溪才不会信 亲兄妹还吵架呢 傅同文拉起他的手 下床 去洗手间 来 沈溪被他带进去 他拧开水龙头 给浴缸里灌水 是要洗澡 沈溪不确信地望着他 傅同文脸上 有一丝微笑 他将生红的四角木凳子 放到浴缸边上 又去找洗头发的香皂来 沈溪脸腾得红了 白手 不行 傅同文偏就不说话 将他的人 按到凳子上坐好 去试一试水温 他一个病人 手无腹肌之力 欺负起沈溪 倒不手软 如此推推嗓嗓的 终于沈溪坐上了那凳子 那日是隔着磨砂玻璃 眼下是在眼前头 傅同文将椅子拉过来 手臂搭着椅背瞧他 直到我不在 一个大活人 在身后两不远的地方 如何不在 手里的毛巾浸透了 沈溪也没动 傅同文人欠身 离开椅子 坐到了他身后 罢了 让三哥伺候你一回 傅同文笑 沈溪没料到 他会这样亲近过来 往前挪着 倒是给他让了地方 傅同文一手环抱着他 一手去在水里捞毛巾 在毛巾拿起来时 另一只手从他薄颈后头 将长发都撩起来 他手指从他发根滑下去 掠过他的耳阔 腰弯下去 傅同文说 沈溪昏沉沉地弯腰 被他剥了头发到水面上 傅同文倒真是在给他洗头发 毛巾过了几回清水 又去打泡沫 沈溪只有在家时 才有下人给洗头发 那给他洗头的老妈子 很会横圈 从没宠过药 木盆子几桶热水 几桶冷水 青石地板上一盆盆泼出去的洗头水 还带着热气 从地板上冒上来 天冷点 下人还会给他手里 先塞个暖手的铜炉 浸在眼前的是热水 发丝在里头飘着 他浑身都冒了汗 你头发是我见过女孩子里 最多的 见过很多吗 见过而已 不要发散你的思维 傅同文笑 方才谭先生和我说起 你们的故事 杨先生 沈溪记起这个人 独生 傅同文问 对 沈溪偏头笑说 他真是有本事 傅同文一板一眼 揉着他的长发 学了个样子 不得要领 装模作样地揉了会儿 将他的脖颈摁下去 来 开始洗了 傅同文去洗他头发上的泡沫 将毛巾过了水 擦过他的头发 险害革命前 他在礼物谱 跳海了 傅同文突然说 怎么会 那时 黄花港旗一失败 他看不到前路 无以报过 就走了 就走了绝路 傅同文说 再坚持几个月 就会不一样的 只差几个月而已 清朝就灭亡了 前路也会有 可人死不能复生 杨先生一生 都没有看到 沈西料定自己又戳到 傅同文痛处 暗暗埋怨着自己 不再吭声 我看干净了 傅同文检查自己的杰作 他瞧沈西脖子后头 还有一块白墨子 用拇指试干净 埋头下去 亲到他那里 沈西撑在浴缸旁的手臂打滑 被他的手臂从身后绕到前头 搂住了 这下 是真抱着了 来 傅同文低声说 将他抱起来 让他坐到自己的大腿上 两个人挤在洗手间里 满屋子的水汽 地板上都是水 傅同文长裤裤脚都湿了 沈西半湿的长发 披在身后头 到腰上 昨夜你一走 我想 这女孩子 真是心肠硬 可真是了不得 傅同文低声说 抱歉 沈西也还是内疚 傅同文笑 摇头 洗手间的门开着 外面静悄悄的 傅同文探手 摸到开关 啪哒一声轻响 灯火灭了 摇摇的 只能见到闭灯的光 依稀从卧室的方向过来 她的嘴唇 落到了她的长发上 沈西微微呼吸着 以后 三哥买撞洋房 就这样伺候你 傅同文说 去山东 那地方之前 被德国人占了 眼下 又落到了日本人手里 他这么说 有了无穷无尽的意思 有国 有家 有将来 杨玉林自赌生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 1911年 他在英国听闻 黄花港起意失败 列强妄图分裂中国 悲愤交加 以至旧病复发 深感无以报国 将大部分的个人钱财 交给黄兴 作为革命资金后 在利物浦 跳海自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